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彼此服务 因为天主拒绝骄傲人 却赐恩宠给谦逊人 因此 你们该屈服在天主大能的手下 在适当的时候 他必举养你们 你们要把一切挂欲都托给他 因为他必照顾你们 你们要节制 要警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咆哮的狮子到处巡游 寻找可吞噬的人 你们要用坚强的信德抵抗他 也该知道 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 都遭受同样的苦痛 那广是恩惠的天主 就是在基督内 照叫你们进入他永远光荣的天主 在你们受少许苦痛之后 必要亲自使你们更为完全 坚定 强健 稳固 愿光荣与全能归于他 直到永远 阿们 我借着忠信的弟兄希尔万诺 给你们写了这封我认为简短的书信 劝勉你们 并为证明 这实在是天主的恩宠 你们应该在这恩宠上站稳 与你们一同被选的巴比伦教会问候你们 我儿马尔谷也问候你们 你们要以爱的亲吻彼此问候 愿平安与所有在基督内的人同在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答唱有 我要永远歌颂上主的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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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代传述你的真实 我已确知你的仁慈永远长存 你的信实如日之恒 我要永远歌颂上主的人词 上主 愿苍天赞美你的奇迹 天使即会颂养你的正义 在高天上 在高天上 谁能与上主相比 在诸神中 谁能与上主并列 我要永远歌颂上主的人词 上主 向你欢畅的百姓 真有福气 因为他们将生活在你慈爱的春灰里 他们因你的名整日欢天喜地 你的正义使他们扬眉吐气 我要永远歌颂上主的人词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我们所宣扬的是定在十字架上的基督 他是天主的能力 天主的智慧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愿主与我们同在 你的心灵同在 攻读圣马尔谷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 耶稣对十一位宗徒说 你们往全世界去 向一切受造物宣扬福音 信的人必有这些奇迹随着他们 因我的名居逐魔鬼 说心语言 手拿毒蛇 甚至喝了什么致死的毒物 也绝不受害 手按病人 可使他痊愈 主 耶稣对他们说了这些话以后 就被接升天 坐在天主的右边 中途们出去 到处宣讲 主与他们合作 并以奇迹相随 证实他们所传的道理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主内的兄弟姐妹 在今日的福音中 耶稣派遣了十一位宗徒 去传扬福音 并对他们说 你们往全世界去 向一切受造物宣扬福音 身为基督的门徒 我们也肩负着同样的使命 身为基督的肢体 我们也应在我们各自的领域 如我们的职场 家庭 朋友圈中 宣扬福音 以我们的言行举止 为天主做见证 好让更多人 能从我们身上 认识到耶稣基督是谁 并且相信耶稣基督 今日的教会庆祝圣马尔谷的庆日 而圣马尔谷 正是为了让更多人认识耶稣 并相信耶稣 才写下这篇福音的 耶稣就是墨西亚 耶稣就是天主子 这是不争的事实 而圣马尔谷 也在他的福音中 一直强调这一点 他也强调 耶稣是如何战胜了恶魔 并且愿意守身色难 省至献上自己宝贵的生命 为的就是把众人 从罪恶和死亡中救赎出来 身为基督的门徒 圣马尔谷也效仿耶稣基督 献上自己宝贵的生命 让众人从他身上 见证到坚忍不拔的精神 他致死都全心全意地 服侍天主和他的子民 在圣马尔谷的福音的最后的一节 他也不忘提醒信友们 他们的职责 圣马尔谷写道 你们出去到处宣讲 主与他们合作 并以奇迹相随 证实所传的道理 今日就让我们反思 我们是否有积极地宣扬 基督的福音 阿们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阿们 请赞美天主 感谢天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